《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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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9月 我是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无意中无意 就是发现有一个阴影 后来在记步 我在做核磁 核磁公证的检查 发现确实有一个 在胃的外面有一个肿瘤 我有点焦虑 甚至有点惧怕 当张先生发现皮和胃之间 有一个阴影之后 他急着很想立刻做个手术 所以安排了自己 想飞上去北京 但也没有实质的安排 基本上就是 他需要多做一些实质的检查 才断定到 其实他的腹部里面的阴影 到底是否一个肿瘤 比较赶 整个团队都尽量配合 帮他安排各样的东西 我们的团队也建议了 本地的一些外科医生 就愿意在中秋节的假期里面 跟他去安排这个检查 以及入院 有门了 我觉得这个水到渠成 我就是上帝派的天使在帮我 GISD始终都是一个 比阿汗有关癌症 处理的方法 就无法否认 一定是要做一个手术去切除他 那么当时中医生问我 你能不能信得到我 我来给你做手术 然后我当时没有准备 也在香港做手术 因为我自己来的 那么我自己来 我没准备 我说不 我要走 然后当时渠医生 谭小姐 他在边上就也在跟我说 说我们在会 跟你安排好的 你不要紧张不要怕 中医生也告诉我 说这个瘤子很活跃 你不要再走动 不要再等 说这种瘤长得很快 而且很容易破裂和转移 说你就明天做手术 我当时听我很紧张 很害怕 这个手术是很大的手术 我家里没有人 但是有中医生 和谭小姐在边上 我觉得好像他们就是家人一样 他们跟我讲了很多道理 说你别怕这医院 这是一个教会医院 这个医院都服务很好的 医生水平很高 我们也在这里 我们也陪着你 然后呢 我马上就觉得平安了 然后我就同意答应 第二天做手术 第二天八点一课 就是很顺利的进来手术室 一切都那么平平安安 顺顺利一点就完成了 我通Mindex你就不用去 为了事发愁 去找人的 托人的 Mindex会全程的对你安排好 我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 我会跟我身边的朋友去推荐 他们也通过Mindex来做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这样更安全 更可靠 更放心 Mind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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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ex.com